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看到第56页的例题3 例题3它就是把我们的几额平均数的一个公式 来练习带一下所谓的平均成长率这个东西 看到例题3这边 它说如果近三年来的成长率分别是10% -5% 15% 那么这三年来的每年的平均成长率是多少 问平均成长率是多少 好那么这钟声有点吵 来那么我们可能就字面上看起来10%-5 对不对代表它这个没有赚钱赔钱 15%要赚很多 就字面上看起来我们如果以加减法的想法来想的话 会认为说好像10-5加15好像赚了20% 好像赚很多对不对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成长率的部分不可以用加减的这种算数平均数 来做我们必须要使用到所谓的几何平均数的一个 一个算法的一个市值 所以我们这边呢因为它是三年对不对 所以分别1加10% 你是成长了10%1加10% 第二年减5%1减5%变成0.95 第三年又多15%1加15% 那几何平均数的公式很简单就是三个相乘之后 我们就开根号要开三次方 所以我们请同学这边按下计算机 因为这都是小数点 不是没有要特别强调用手算 我们就按计算机 然后开根号的部分 要按那个次方要选三次方 好这个做完之后再减1 记得这个减1就是减掉它本来自己的部分 才是那个成长的部分 所以要记得减1 那大概我们算下来差不多是0.06多 那写成percent就是多少 6.3% 这意思是什么 这意思代表说 这个公司它这三年来的营收 分别是10%又-5%又正15% 有多有少有高有低 对不对 那么平均增加是6.3% 平均增加是6.3%的一个平均的概念 所以不能够 这个时候的平均就不可以说去做加减 我说我把这三个加起来 然后再去除以3 不是这样子 这三个如果加减起来的话 你会认为说好像它赚很多钱 可是事实上也才赚了6% 来我们的双利息跟这个类似的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物价上涨率是4% 5%-9% 感觉上4% 5% 如果以加减的想法 你会觉得说加4加5减9就没有涨没有跌 对不对 会变成归零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我们要去用一个 企额平均数的一个算法 来把这个物价上涨率去把它计算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一样 因为它要 我们就带一下我们刚才的跟立即三一样的公式 第一年它是1加4% 上涨4%变1.04 第二年又涨了5%是1.05 所以你们发现 这个涨5%其实是 前面1.04的这个基础之下就涨5% 好就涨5% 再来 虽然第三年跌了 1-9%变成是0.9亿 0.9亿 所以这三个乘完之后 开三次方再减一一样的公式再做一次 那算起来大概是多少 负的0.00209什么什么什么 大概%是负0.2% 意思什么意思 就代表说它稍微跌了一点 它稍微跌了一点 所以你不能够说以加减想法来看说 我4加4加5-9就是0 没有涨没有跌 可事实上它还是微微的下跌的0.2% 微微的下跌0.2% 这是我们在使用几何平均数 然后应用到一个 不管你是成长率或者是一个上涨率 这种率 就是一个比例的概念 它就是要用到几何平均数来做 这样会比较准确一点 所以我们以转率来回答的时候 就是说它个别三年的一个正4% 正5% 负9% 可是它实际上我们整体来看它的平均 是跌0.2% 还是跌了一点 不能够说它就归零了 就归零了 来我们下面我们请接着看到 我们的那个下一段的 百分位数这个东西 那百分位数这东西是什么 百分位数这东西就是 叫做所谓的percentile这个单字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开始会利用到 我们前面的立体2的那个例子 立体2的那个例子来做一个说明 因为在立体2我们看到说 它的一个筛减的标准 英文要均标 数学要前标 对不对 那什么是军标 什么是前标 我们大概就把它说明一下 我们看到这边的说明 这个学测呢 就是台湾的考生呢 在高三的行家要考的 那会出现什么 顶标前标军标后标底标 对不对 这些都只是一个名称 它就是会对应到一个 百分比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就大概讲一下 顶标是88% 前标75% 军标50% 后标25% 底标是12% 来 这样看过去你可能会没什么感觉 所以大家看到右边这边 老师大概画了一条直线代表说 最上面就是满分 100分 下面就是零分 那你以学测的积分来讲 最上面就是15积分 最下面就是什么 零积分 好 那么 我们的 军标什么意思 从中间开始算 军是平均嘛 大概就是抓到50% 那么加成说 这个就是我们国中讲过的中位数 确实没有错 平均数就是中位数的一个想法 排在最中间 第50% 第50% 好 那么你平均数50%有了 军标50%有了之后 那它的前面是不是有50% 对不对 我们把前面的50%除以2 大概就会抓到75% 也就是说 从军标开始往上面增加25% 就跑到前标 所以前标大概就是第75% 所谓的P75 好 那么 前标的前面 因为前标是75 所以它的前面是不是还有25 这个25我们再把它除以2 我们再把它除以2 25除以2大概是12.5 我们就抓12 所以这个顶标就是会落在 从前标75再往上12 跑到多少 88 或者说你从100往下12 100减12就是到88的位置 所以军标是全部的一半 前标就等于是怎么样 上半步的一半 那顶标就是等于前面四分之一再一半 所以跑到88 好 那顶标前标如果知道的 后面的后标底标就类似的形式 我们把军标的下面这50%去除以2 就是后标 就是后标 对不对 所以它就在25%的位置 那把后标的正在下面25%再除以2 就是底标的12% 底标12% 所以老师这边大概用这样的一个 上下的关系 顶标最上面 前标 军标 后标 底标 把这个上下顺序排一排 让大家去体会一下 所以我们说立体二 你回去看一下 它说 英文我希望军标 数学希望前标 什么意思 代表说 这个科系 它希望招到的同学 是数学比较好的 因为你看数学 它的标比较前面 对不对 它希望数学是在P75 英文在P50就可以了 而且不要忘了 立体二的那个成绩计算的时候 加全来算的时候 数学还乘以2 所以你不但 它希望你的成绩要高 而且计算成绩的时候 我还把你乘以2 还让你的这个好 这个比较高的成绩 乘以2 就是变得优势又更大 所以代表说 立体二的那个科系 它希望招到的是 数学不错 然后呢 英文要有一个 普通中间的水准 那其他科目就没关系 比如说国文跟自然 那它的社会科成绩不采计 因为它的比重是零 等于说社会你考不好 甚至不考都没关系 甚至不考都没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把前面的立体二 再回顾一下 来那下面还有一个 那个名称叫做什么 四分位数叫做quarter Q就是quarter的意思 quarter就是四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第一四分位数 Q1它的位置就在25% 就相当于是在我们的后标的位置 在我们后标的位置 Q1就在后标的位置 那么有25%小于Q1 有四分之三 也就75%大于Q1 好那有Q1就会有什么 Q2就是在军标 那Q3就是什么 就是前标 所以第25第50跟第75 我们分别可以把 叫做Q1Q2和Q3 Q1Q2跟Q3 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百分位数怎么定 第m个百分位数是pm的时候呢 m是正整数 而且在1到100 对不起1到99 没有那个p100 最大到p99 它的意义是什么 至少有m%的数据 小于或等于pm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的小m是 譬如说是63 第63百分位数是p63 代表说有63%的数据 比我这个成绩还要小 那你想想看 有63%的数据比我小 那相反的 是不是就会有 37%比我大 那所以p63的这个成绩 算起来就是中间 在偏好一点 稍微中上的成绩 因为你赢 至少63是赢过了 一半以上的成绩 所以今天如果像老师 这边问了p75呢 p75它成绩怎么样 它也算不错的 它也是算中间上面 对不对 因为它赢过了75% 它只输给25%的 这个人数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这个 百分位数p多少 p多少来讲的话 p值如果越大的 代表说它的那个排序 是排在越前面 所以如果说以同学们 最熟悉的各科成绩 或者是什么全校排名 我的p只要是越大 代表我的排序 就排越前面 这个很正常 这个很正常 来我们看到它下面的 这个公式怎么算 来57的这边 图形3这边 DM百分位数是pm 对不对 所以m的左边 至少m%小于或等于pm 右边100-m会大于或等于pm 所以这两句话 我们只要记一句话就好 比如说我只有记左边 今天我是D63百分位数p63 所以我有63%比我小 那右边100-6337 对不对 所以这两句话 我们不用同时记 我们只要知道一个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就是相反 对我赢过63就输给37 今天我如果是赢过40% 就代表我输给60% 所以这两句话 我们只要有一个看懂就可以了 来我们下面介绍 这一个百分位数计算的方法 百分位数计算的方法 例如这一组资料有n比 那DM百分位数pm的话 先将这n比数据从小排到大 并且计算这个大i 这个大i会等于什么 n乘上100分之小m 来这个大i我们叫interval 那大家旁边写一下 interval的话呢 你如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 大概它的中文意思会形成什么 会写成叫做区间 或者是叫做什么 范围的意思 就是一个范围的意思 区间或者范围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先把 先把这个i把定出来 那这i怎么定 小写的n是什么 n比数据 比如说班上同学有 20个同学 就20比数据 全校如果有500个同学 那就500个数据 好那你现在要算 第几百分位数 你可以自己定 比如说我要算p63 那么n就代63 我要算p71 我就定p71 所以这个n是全部的数据 m就是我想要找的 那个百分比的位置的落点 类似location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i算一下 来这就是我们计算百分位数 唯一的一个公式 来第一个 算出来的i如果不是整数 取大于i的最小整数 大m 那么pm就是第m比数据的值 来这边解释一下 比如说这个i如果算出来 假设是15.8 那么我们的m就要取多少 大于它的整数 比15.8大的就是16 那么这时候这个p的 这个百分位数 就是第16比数据的值就对了 我们已经排好顺序 从小排到大 那么第16个 它的那个答案 就会是我们的这个p值的答案 那今天如果第二点 如果这个i算出来 刚好整数 比如说这i算出来 可能刚好是30 那么你的这个p值的答案 就是第30比跟第31比 要加1 相加除以2的平均值 相加除以2的平均值 所以我们的p值是这样子 来定它的一个成绩的结果 来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实际课本局的一个例子 让大家体会一下 它的一个差别 体会一下它的差别 然后看到下面这边这个例子 全班有40位同学的成绩 从小排到大 30分 32分 38分 一直到多少 92 96 98 对不对 最低30最高98 反正就有这些成绩排好了 那他说我们要去找 第12百分位数 所以这时候按照我们的公式 全部是40个成绩 40n 对不对 n40 那要找第12百分位 所以12当分子 100当分母 好这样算完多少 4.8 什么意思 4.8就是我们的这个i 的这个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那要取一个比它大的整数 是第5比 所以我们就去数一数 这40个成绩里面的第5个 30 32 38 46 48 那么这个48分 就会是P12的成绩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好 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去算的 那个百分比的那个位置 把它定出来 然后去看看数一数 它是第几个 数它是第几个 那现在我们是数第5个 就是48 来下面一个例子 今天如果是P80 40乘80除以100 对不对 全部40个成绩 我们要找第80个位置 P80对不对 乘起来之后是32 32什么意思 整数 所以我们就要把 32跟33两个 加起来除以2 所以这边第32个是83分 33个是85分 把它相加除以2 就会得到多少 84分 所以这个班级的同学 他的P80 所对应到的成绩是84分 就好像刚才第一个 P12对应到多少 48分 48分代表说 你赢过了12%的人 这个84分代表什么 代表说你赢过了80%的人 大概这个想法上 就是这样来做一个计算 所以这个部分 不要把它想太难 不要把它想太难 来我们接下来看到 下一段58这边的 实际的例子 像这边刚刚所讲的 P80 84代表说什么 我们80分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他左边赢过80% 右边输给20% 所以P多少 百分位数P的这个值越大 代表说 它的排序是越前面 它的这个成绩 也许就是 就是以成绩来讲 就是越好 分数越高的意思 分数越高的意思 来我们看到下面 另一个例子这边 假设某叫一年级 其中考试的成绩的 累积相对次数折现图 来注意这个地方 累积旁边写两个字 叫做什么 累积就是去做加法的意思 相对次数就代表什么 去算percent 去算比例 相对这两个字 代表做除法 代表算比例 所以今天如果累积次数折现图 没有相对的时候 代表不用去做比例 但是我们如果经过换算 有一个比例之后 就叫做累积 不断相加加什么 加percent把它加起来 去画一个折现图 例如右边的图形5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去观察到 这个x轴是成绩 那么y轴就是我们的这个 加起来的percent 叫做累积相对次数 来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成绩60分 它对应到的是多少 40% 你看一下 60分往上对上来 这个折现图 左边对到40 对不对 代表说 它的这个60分 就是P40 我们就写成P40 代表说 60分 它赢过了40%的同学的成绩 输给60% 好 再来 如果再举个例子 如果说是 85%是90分 对到右边90%对上去 刚好落到89%中间 对不对 所以代表说 P85 它的成绩就是90分 所以换句话说 90分的这个成绩在这个一年级的 这个班 这个学校一年级的成绩里面 它是赢过了85%的同学 它只有输给15%的同学 所以我们P多少 P多少的这个 这个数据上在显现的时候 P值如果越大 代表说 它这个数据的排序是越前面 成绩是越高 这样子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这样的一个理解 所以 这个图表 大家就要练习 我们看 今天比如说如果是70分 我们去检查70分的话 怎么样 70分对上来 这个红点它就到50 代表说 这个 一年级习终考的成绩里面 50 就是你可以说 就是那个中位数 P50 它就会对应到多少 70分 就会对应到70分 P50就对应到70分 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那么我们看到 Shanish这边 Shanish这边 也是一样 就跟刚才这边 把这个图表 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解释 去做一个说明就好了 我们看到Shanish这边 他说如果某年 一样有一个 其中考的成绩的累积相对次数 读右表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一样X轴是它的成绩 X轴它的成绩 那Y轴呢 就是我们的累积相对次数 就是这个比例 去做一个相加的结果 就对了 所以你看到 最高是加到100% 最低是0嘛 一开始都没有加 就是0 最高 加到最后 全部加起来就是100% 好他说呢 如图所显示的话 请问第一四分位数 会是多少 中位数Q2会是多少 第三四分位数 会是多少 所以这个地方 Q1是四分位数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quarter 就是占25% 对不对 所以这边老师 把它写一下 所以我们的Q1的话呢 Q1 它就等于是在写P25 它就等于是在写P25 所以我们去查 右边这个25%的位置 25% 20跟30的中间 25% 对不对 往右边对到这个红点 对下来是多少 60 P25的位置 对下来是多少 60 所以我们就可以回答说 这个Q1就是多少 就是60分 就是60分的意思 就是60分的意思 所以这首要练习 就是让大家去练习 把这个图表 去做个对照 做个对照 来看到第二个 中位数就是Q2 因为第一个Q1是占25% 那么第二个25% 就是原来的25 再加25 就是50 所以我们可以写这个 中位数的部分 就写成Q2 Q2 Q2就等于 P50 Q2就等于P50 那些大写的P 这会等于多少 来一样 来一样 问中位数代表 再问P50 所以我们请同学对照到 这个图表里面的50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累积次数 %是50%是50% 往右边对外的红点 对下来的成绩 都到70 代表说 这一次考试成绩的中位数 是70分 也就是说 它的Q2 答案是多少 70分 Q2的答案是70分 所以所要内容这个问题 纯粹都是用 这个图表来去做一个 判断 去做一个解读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个 问Q3 对不对 Q3的话 刚才 Q1是P75的 Q2是多少 P50 对不对 所以Q3当然就会是 25再加25 50 50再加多少 25 就到75 对不对 就到75 所以这个地方来 老师再写一次 我们的Q3 就是叫做 P75 我们的P75 Q3就是P75 对不对 所以P75答案多少 我们对照到这个表格里面 70跟80的中间 75 这个红点对下来多少 刚好是80 所以我们就可以回答说 这个Q3的答案是80分 这个Q3答案是多少 80分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 在Q3这个位置 你这个80分同学的成绩 你可以赢过75%的同学 什么四分之三 那你拿70分的同学 就赢过一半 赢过一半 对不对 那拿60分的同学 你只赢过了25% 你只赢过了25% 所以你们发现 我们大概都可以 从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就代表说 这一次的这个某校一年级 期中考数学成绩来讲 应该算是不会太难 不敢讲说很简单 因为你60分的同学 你只赢过了25% 70分赢过一半 所以代表说 有一半以上都比70分高 对不对 有一半以下 是那个70分 不过因为 70到60应该人很多 因为60分只有赢过25%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说 60分到70分 大概就占了25% 那么80分以上的话呢 是赢了75% 代表说80分是输给 4分之1 25%的人 所以我们大概 从这个数据上 可以判断出来说 这一次的这个 某校一年级 期中考的数学的成绩来讲 算是还可以 还可以 不敢讲说考得很好 但是就是 至少 60分是赢过25% 所以以60分及格来讲 有4分之3的同学 75%的同学都及格 不及格 只有4分之1 就算比较少 所以应该算是 考得还可以 也许就是说 而且你看 它的中位数是70分 对不对 就还蛮高的 平均来讲 排序排在最中间的 这个同学是70分 对不对 所以有一半的比它高 有一半的比70分低 所以这次这个班 这个成绩来讲 算是考得还不错 不会说好像不及格很多 或者是什么 很多人被当之类的 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 那个算力洗 大概就到这边 我们今天的进度 大家就先到这里 然后我们的剩下的 就下一次再上 剩下就下一次再上 来